這個聲音就是代表著你的電腦開機了 不過它什麼反應都沒有 我要怎樣剪影片 要跑步缺下雨 而且電腦移壞 今天真是蠻碎的一天 反正我也是不能出去外面跑步 乾脆直接在家裡拍這個開箱 今天我要開箱這雙鞋子就是這雙converse 你不要看其實它的盒子一定都不普通 你在馬來西亞一般上是不會看到這種鞋盒的converse 因為這個是made in Japan的converse 鞋子的名稱叫做one star j 這就代表了有日本的意思 顏色是black and white 我們把鞋打開 超帥的 好有質感 可能你就會覺得這雙鞋子是很普通的皮革鞋子 或者是一個很普通的one star 那你就錯了 鞋子的材質他們就用了黑色的皮革 而且根據我的經驗 應該是用牛皮來製造 这双鞋子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中底 老实说我也不懂它用了什么材质 不过它这个中底的材质呢 会比较亮 而且很明显呢你可以看到Made in Japan这双鞋子的中底呢 看起来就是特别的高级 我也不懂为什么反正它摸起来呢 就是特别的爽啦 鞋跟的部分它就用了黑色的这个All Star的标签 我们也简称为Black Tag 再来就是鞋舌的部分 我自己也是有想过这个问题 也就是如果整个鞋舌都是皮革的话 不会不舒服吗 当然Converse他们就很贴心 他们就把整个鞋舌呢 换成这种尼龙的材质 他们也不会偷工减料 他们在这个尼龙的鞋舌中间呢 就有车上一块皮革 而这个皮革呢是连接到鞋舌的 所以整个鞋舌呢 除了保留它的这个舒适度呢 也不失这种质感的感觉 这种小小细节呢 我真的是很喜欢 如果你是一向来都很喜欢这个 converse made in japan的版本的朋友 当然你就会很珍惜这双鞋子 可是最近真正让这双鞋子红的原因呢 当然也就是我们的六速 我相信鱼文乐是很多人 心目中呢这个潮流偶像 反正他穿什么好看 大家都会想要跟 在前几个月吧 我也忘了他在自己的instagram呢 有post上一个照片跟影片 然后在影片跟照片里边呢 鱼文乐就是穿了这双one star 过后再加上媒体的炒作 然后他们有报导这一件事情 就造成了很多人呢在讨论这一双鞋子 可是我依然很少看到有人在穿 或者是有人买这双鞋子 这双鞋子的这个定价呢 是日币200万 如果换算回来马币的话 大概是800块左右 台币7000到7500 美金180 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 花这么多钱去买一双converse呢 其实是很不划算的 可是我就觉得这种想法很不对 所以说converse一定要便宜 这双鞋子是made in japan的好不好 我觉得啦 你要很喜欢这个鞋子 或者是你真的是试货 然后你才会去买这双鞋子 它的价钱呢 其实是跟ezy差不多同一个价钱 可能再补个马币几百块 就可以买到ezy了 不过如果我有这一笔钱的话 ezy跟这双one star呢 当然不用说 我会选择这双one star 我差点掉 我说你还想打算 去双鞋子 你的火 是两个小时帽 他是两个小时帽 的优优独播 就可以来拿个小时帽 著双鞋子 找茫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